你永远不知道为了使你世代贫穷 富人们都做了哪些努力 150年前 美国的科学管理之父泰勒 他改造了教育体系 就是为了向工业化时代输送大量的工人 而这个体系一直沿用至今 标准和平庸已经深深地刻在我们脑海中 著名教育家罗伯特犀利地指出 学校为什么不叫如何赚钱 我们学习难道不是为了赚钱吗 不 学习是为了有个工作 而工资是奴化人性的一种手段 资本家的策略是让普通人的工资 永远只够基本生存 当你接受了工资这个概念的一刻 你的思维就已经被打上烙印 你看我们的教育体系 是不是一直在教你成为一个平庸的人 统一的课本 统一的升学标准 学校想让你成为一个平庸的人 因为它就是用来培养标准工人的 诺贝尔蒋德主班纳吉用时15年 调研大量穷人富人写成著作 贫穷的本质 书中写道 每个人毕业都要工作 而学校却从不教如何赚钱 最终陷入贫穷的忙碌 而你如果想要获得财富 则需要打破平庸的观念 学习真正的财商思维 书中揭示了大量富人们 永远都不会告诉你的赚钱途径